我当老师三十多年了 应该也算是个老教师了 那么作为一个怎么样当好老师的话呢 就说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说法 那我想说两点 那么一个呢是我觉得 要当好老师的话呢 应该首先要敬严 现在我们选择教师 作为自己的职业的话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敬业的话呢 就是要把这个教师的工作来做好 那么这个要做好的话 从我们作为大学老师来说呢 应该是一个从教学上 就是课堂教学啊 包括这个学业啊 包括其他一些这个教学环节 包括这个学术水平 都应该尽可能的提高 那么这样呢才能做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应该要做到的话呢 就是应该有爱心 那么在整个教学环节里边 实际上我们那个对象很多 就是一个学生的 那么还有同事啊 那么还有就是一些教学的这个过程里面 教学方法 一个教学的这个技能啊 那么这一块呢 实际上都应该 呃 我们应该说应该要喜爱 对学生要爱护 那么应该要爱心 那么这样呢才能当好老师 那么大学里呢就是我觉得好像这个最主要的功能呢应该是培养人才 那么实际上培养人才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工程 那么我们在这个培养人才的过程里边呢就是学生呢是主体 那么教师的话呢应该是起到主导的作用 那么也就是说做好教学的话呢 我想呃应该是这样 就是一个呢就是要肯花时间 呃在教学上呢呢投入 受过多的时间 呃我记得这个前证这个媒体上老的讲时间去哪 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时间呢都滑掉是吧 那滑到哪 那么就是我们在教学上呢应该是肯下功夫 肯花时间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应该是做教学过程里边呢 应该是要用心去做 那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的话呢要尽量尽可能的把它做好 那么这个是实际上是要坚持 要坚持的 那么呃对我来说 作为一个教师 那么实际上在教学里边呢也花了很大的功夫 那么除了做好平时的这个热乘的教学工作之外呢 呃在比如说那个实验设备啊 那么这个教学研究啊 教研项目啊 那包括这个教学任务啊 这一块呢做了不少的工作 那么实际上这些工作的话呢都是跟平时的教学呢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呃我们一个电力电子跟电机控制的这个实验设备 那么这个设备的话呢就是说呃 在全国呢已经推广了800多家区学校 那么这个情况影响很大 那么这个设备的话呢实际上在我们教学过程里边呃呃 因为当时教学的时候没设备 那我们就是组织了一批人 那么把这个设备弄出来了 解决了教学过程里面的设备的要求 那么比如说实验室管理系统 那么现在学校里面也用得很广泛 就是说各个实验室都在用 那么实际上这个也是在教学过程里面 我们指导学生做SRTP的时候 那么这个实验室管理系统的第一个版本 就是学生做 那么这个现在也取得很好的效果 感谢观看